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频道 在本视频中 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内容 香春煎蛋饼香春又名香春头 香春芽 或树上蔬菜 香春是抗氧化的植物 香春是春天才有的季节性植物 带有很独特的香味 而且营养丰富 菜园内共种了三颗香春 经修剪后以冒心芽 拿来炒蛋很棒 香春用途很广 1.食用 嫩叶长椅沙拉 凉拌等方式食用 或经干燥制成粉末提供素食者之调味品 迄今华北一带百姓喜 将其秘植于家屋附近 春天心芽抽出时 摘采其嫩叶作为春蔬 香春拌豆腐 香春炒蛋或加些盐腌微小菜 均即可口 2.观赏用 成熟果絮干燥后可以 制作成饰品 树形特殊 是优良观赏树种 3.木材用图 剥 树干直立 适于打桩之用材 或 香春之木材略带红色 木质细致 为家具用粮材 可冲带桃花星木 故音名称Chinese Mahogany 4.要用 树皮含穿链素 Tusandinin 而茶分Cateco 液含胡萝卜素 Carotene 维生素B C及蛋白质等 穿链素为良好驱虫剂 根则有收敛 止痛 止血功效 树皮则可去燥热 色长止血 台湾中药店受者如红春皮 即为香春之树皮 树根部位 用于妇女之崩血 产后出血等 明朝本草品会经要记载 春暮夜清根皮白 胃苦 性温泻 夜有香气无味 煮至女子血崩 小儿甘利 性胃 树皮及根皮的内层皮 苦 色 凉 夜 苦 品 果实 心 苦 温 效用 树皮及根皮的内层皮 除热 造湿 色长 止血 沙虫 致力疾 蟹蟹 小便灵痛 便血 血崩 带下 风湿腰腿痛 夜 消炎 解毒 沙虫 致痴疮 力疾 果实 屈风 散寒 止痛 致谢谢 力疾 胃痛 感谢您收看我们的视频 祝您有美好的一天 视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